自大S与汪小飞离婚以来 这对两岸夫妇的隔海对骂 可谓是人尽皆知 早前两个月台媒体曝光称 大S闪电二婚 对象是多年以前的初恋 拒军业 随后两人大方公开 虽然大S的妈妈 以及妹妹小S 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是对外一致支持大S的二婚 前段时间传出 两人同居有矛盾 女婿与婆婆不和等小道消息 这不 广大吃瓜群众要被打脸了 近期 新建老公拒军业 从韩国飞去台湾 虽然大众对这段传奇婚姻 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但有意思的是 大S一改在媒体面前的高调 从结婚至今 一直都没有给记者 拍到过两人的同框画面 在4月17日 有媒体曝光了这对 新人婚后的首度同框照片 照片当中 两人坐在一侧一起吃饭 聚今夜的光头 辨识度非常的高 旁边坐着大S 小S 虽然只拍到了背影 但曝光的画面看到 大S小鸟一人 有网友表示 磕到了糖 互动十分甜蜜 称赞他们是老夫老妻 值得注意的是 在甜蜜爱情的背后 大S开始运用自己的资源 帮助聚今夜 在台湾发展 成为台湾一人 这不仅让很多不看好 这场跨国婚姻的吃瓜曲中表示 这场甜蜜的爱情背后 是否隐藏着财富交易 的确 趁着这一波二婚热度 传言大S带着老公开始会友 不少台湾娱乐圈的 内娱人士表示 愿意合作 其中 著名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 我爱黑社会 国光帮帮忙的制作人 詹仁雄 就公开发出了邀请 让大S老公 担任节目里面的音乐制作人 这档新节目 是传闻耗资2600万的大制作 另外 据媒体报道 聚今夜将会在下个月 离开台湾地区 前往美国上演 这样看来 聚今夜的事业第二春 是要来了 在一周之前 聚今夜 原本要在台湾举行的首秀 因疫情原因受阻 不过几经波折后 依旧成功举办 最惹人眼球的是 新晋小姨子小S 还亲临现场助阵大高 新晋小姨子小S 放了一个99千马票 因为他某块 真的没办法念的 那个块 你怎么会念呢 你怎么会念呢 哪票 你不会念吗 2好好 一起来 1 1 2 2 这是我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可能也要请不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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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种种的迹象表明 聚今夜很有可能要从幕后DJ走向台前 以艺人的身份重返大众视线 而现在就是一个好的奇迹 大S夫妇趁着新婚要全面开始捞金了 网友有这种猜测 的确也并非空穴来风 小S在新综艺里透露 大S逐步出户就二婚 一通国际电话重燃旧情 两人当年就是因为经纪公司的棒打冤影被拆散 他现在有可能是有交到男同友了 我说怎么可能 而且那个人你认识 我说谁 他说不是台湾人 然后我讲了一脸赞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就说不会是他吧 他还想 大S小S加上聚今夜 这三角阵容一唱一和 热度飞升 话题不断 成功掉到了大家的胃口 接下来的变现之路 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 还有网友表示 大S在与汪小飞离婚的争吵中口碑下滑 现在默默的秀恩爱 是不是为了重新获得好评 本著巨今夜 在台湾发展的势头呢 说了这么多 大家是相信美丽的爱情故事 还是童修瑞十足的劳金主义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